Icy梦想家 欢迎回来Icy梦想家的现场 我是沈云聪 我们现场是Karen刘 天猫淘宝海外台湾总经理刘慧君 天猫淘宝在台湾我想很多的 我本来猜影响大吗 算了不行 其实台湾很多的爱用者 很多的消费者 而且就像Karen刚讲 我观察到的也是这样 这个不买者不买 一买那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但天猫淘宝在我们刚刚讲科技上 你们有什么独到之处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好的 我们在进入台湾这个市场的时候 发现我们最大的挑战事实上是物流 因为大家想想看 你在一个跨境的物流里面 它是有两段的 然后你通常在大陆那边 你要先到集用厂打包之后再到台湾 所以就连我刚刚使用天猫淘宝台湾的时候 我其实也不知道要先集运 其实很多人是卡在他不会集运 对对对 因为你要到仓库打包再进来台湾 他要付两段物流的钱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卡在了集运上面 所以从2020年我们开始推消费者体验提升计划 我们就做了一个智能核单的功能 对 那这个智能核单就是说啊 你下单之后呢 他会自动帮你做打包 对然后你就收获就好了 这个体验就是很像你在本地公务一样嘛 对你其实不需要去想说东西到了 你要集中打一包回来 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发现台湾的用户啊 他喜欢包邮 就是说就是直接是免运包邮 对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 就是韩运费的意思 韩运费对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249包邮的服务 对就是说249的你不用核单 然后还帮你包邮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专区 大概有千万以上的商品 那你在里面买东西啊 你只要下单之后不用打包 然后你买到人民币249还包邮 对所以这个服务呢 就是从台湾推出的一个智能化物流升级的服务 是是而且这完全针对我们台湾人喜欢免运的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 但我们其实也是研究了台湾的用户啦 就是怕麻烦嘛 然后同行呢大概买到 其实我们的客单价其实蛮高的 所以249包邮也是台湾消费者比较能接受的 因为基本上都会过 对所以就是推出了249包邮服务之后呢 就非常受欢迎 对我们也增加了很多台湾新的用户 对所以在物流上面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体验 对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 就像家具这个品类啊 其实你在台湾很多线下卖场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也都是淘宝过来的 可是价差两三倍以上都有 是就意思说他去淘宝买了之后 摆到店面去 对对 他就可以赚好大的价差 是的是的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发现家具其实在台湾有很大的市场 你这样讲以后 我买家具自己去签到淘宝看 肯定要对 因为我们其实从2022年之后 我们对家具做了一系列的升级啊 那包含我们跟本地做家具家具一条龙 对然后你包含就是物流送后厂门 组装还有就是一个售后的一个服务 其实这边我们都有台湾相运 非常优秀的服务伙伴来支持 对那特别像今年呢 我们推出了集运优选 对因为天方淘宝平台过去我们是做官方物流嘛 这是由我们集团的菜鸟去支持的 对但我们后来也发现特别是疫情之后喔 就是消费者对于物流的一个多样性 商品的一个丰富性选择上呢 它是要求更高的 对也就是说它对于售后啊 对于整个一个商品的运输啊 它有更高的规格的要求了 所以我们集团就引进了更多的 私人集运的优选服务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去判断他们的品质 然后也有很多也是在台湾就有服务场口的 对那就是代表你在我们平台购物 除了使用我们的官方物流之外 那之后也会有集运优选这样的一个服务伙伴来提供给我们更多元的一个服务 对 那有没有一年季节性的落差或差别 比方说好了现在的双十一 你们的因应策略上或者刚刚讲的是科技的应用上 有没有去做一些调节或者变化 其实每年的像六一八跟双十一喔 都是对还有六一八喔 对算是电商年中跟年底两档最大的一个业绩了 那像在中国这两档会占到它全年零售百分之十二左右 你就可以知道说对我们是有多么的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子好 是因为大家平常都把钱省下来就是 其实我们常会讲两个字叫心智 对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讲 心智就是说消费者已经被教育成惯性 对他这个时候就是要来买东西全年最便宜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从消费者的这个mindset出来的 对因为双十一今年我们是第14年了嘛 我们算是一个创始者 对那这也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就是消费者他的消费习惯 他就是到年底 因为即将要耶诞节啊过年啊 就是采购机 像国外有这个黑五嘛 一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年底就会储备一些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送礼啦 然后可能要做一些就是交换礼物之类的 这都是一个时间节奏的一个安排 对所以这个心智呢 其实到年底双十一呢 消费者就是会过来 那我们的流量就会看他这样趁趁趁趁趁上去 对对对 那天你讲到黑五啊 像美工Amazon的黑五 现在就变成说到黑五已经不够看了 还要再往前 就提前开始黑五 是的是的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其实现在有分两波 有分两波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双十一有分两波 还真的是人的心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其实这也是从消费者的一个习惯 还有商家的一个变化来说 因为过去你想想看 我们在双十一都熬夜到12点下单 可是造成什么影响呢 就是第一个人家熬夜嘛 其实想在那个时间 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瞬间下单之后啊 你会爆仓 对对对就是消费那个商家其实他是 他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去备那些货 然后你的物流就是一个问题 对对 所以我们集团也会进化嘛 就是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开始就开始做预售 那预售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在预售的时候呢 消费者他就可以付定金 那至少商家可以知道一下说 这个量是要储备够的 然后我们又分两锅 也就是他可以减缓他后面物流的一个压力 然后消费者也不用担心买不到抢不到缺货 对所以这部分其实也更多是从消费者的角度 我们去做了一些变化跟革新 对啦其实要偷跑啦 哈哈哈哈 那大家要趁机做业绩了喔 对对 是啊其实台湾把握公司也是一样啊 也是也是对对 你看你去很多专柜都跟你说我们中年新快到 对 现在先借当我先不开发票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手法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 我说了我们的亚洲奇迹之一吧 对对对 大家是说双11就是一个商业界的奥林匹克嘛 哈哈哈哈 就是线上线下全参与 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呢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除了因为除了每年都有双11 我们现在在台湾还搭配着 渐渐的要解封 疫情要过去了 对 那大家会越来越回到线下 过去的老习惯的状态 对 所以可不可以看看你们自己怎么观察 台湾在疫情慢慢稳定之后 整个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怎么样 嗯 对电商其实今年蛮挑战喔 因为前两年基息太高了 嗯 就是整个台湾像你check到数字那六大电商平台 大概成长了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数字 是 所以今年的话真的你要能够在有双位数增长 都是很大的压力嘛 那对我们听话淘宝海外平台来讲呢 我们会观察的反而是说 第一个消费者他往线下走了 那消费者其实他更要的是很直接的服务 所以他今天就是愿意还在你线上的话 那你的中层用户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你那种游离客户呢 你可能抢不过我们所谓的进场 进场就是说他就是去隔壁的商场 他就能够直接有人能够去导购啊之类的 那反而我们会更往就是忠诚用户 他们要什么然后还有更细分市场去钻研 那细分市场呢我举例哦 就是像露营就是这两年大家都非常的风行嘛 那我们也发现说像露营这个品类 在天猫淘宝海外上面其实他已经出现了很多细分的市场 也就是说可能会有分不同这个他喜欢的风格 就是我们有讲一个黑化系列 他就是要找这种非常有style的一些露营的一些备品 对然后这个风格他拉出来他就是一条路线 那或者是我举例一下内衣 对像大陆这边他的这个内衣市场 他已经做到非常分重了 就是各种不同身材的女生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他想要的一个内衣的模式 对所以这个也会是我们发现说如果要在后疫情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跟疫情共存了 甚至更多都已经在线下的这个量了 那线上电商要做的其实是第一个要更了解你的用户 特别是很忠诚的那些用户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品类有没有办法跟得上消费趋势 去做细分市场的经营 这两个我们认为是线上能够跟线下呢 更多是要去抢客户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合适 你刚刚讲到忠诚啊 其实现在所有的online电商最大的困扰就是这件事 你怎样去培养忠诚的客户 你们有什么独到的方法呢 好 像我们集团在大陆有这个88VIP嘛 对大家就知道说它其实是用一个比较低门槛的一个年费 但是这个年费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个价值 然后可能在折扣力度上啊 各种的一个物流或者是优先的客户服务上都有很大的优势 那从这种用户经营会员经营的角度呢 从今年开始我们天报淘宝海外在台湾 我们也推了超级买家的这个计划 对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很多忠诚用户啊 他可以一次买非常多件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可能购买的频次也是高的 那我们针对这帮人呢 我们就提供了一个反例的服务 就是他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这个refeit 就是你买越多省越多的概念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 他以前比较担心他买的东西会有售后客户服务的问题啊 我们有专门的客户服务入口是否他们的 然后同时像物流模式的选择也就是 他们过去可能在平台上啊 更多是使用官方服务的物流 但是在这个官方版例平台上呢 我们有很多更多客户化的 精选的一个物流合作伙伴能够提供给他们服务 对然后同时我们现在也在跟本地银行卡主机在谈 怎么让这些人是有更多的一个资金运用的空间 就是说可能可以无息分歧啊这些 对所以针对这帮人他们去提供的服务呢 是更客户化的 更优先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经营这些用户的一个关键 好了不起 谢谢 我听起来对啊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你刚刚讲比方说 我觉得价格这件事情是最现实的 对 就是你在怎么提供他优惠啊 什么各种的便宜的东西 他比价比一比觉得只要你今天贵了 他就跑掉了 其实这个很难养成忠诚度 可是你后面讲的如果可以搭配后面一连串整个system 整个奖励的机制啊让他更加的方便让他觉得上来非常畅通的 每次都很愉快 其实就是他留住他忠诚度了 是啊 是的我们讲的是粘着度 就很粘住了 对 因为他去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体验嘛 嗯嗯对 然后不管是货物的供给上 然后整个物流的时效上 或者他整个这个价格的优势上 基本平台都能够做到 更多的反应 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天猫淘宝 海外台湾总经理 Karen Liu 来跟大家分享 这么精彩的 线商平台的内幕 谢谢Karen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 下回见 拜拜